哈啰,大家好 今天分享用平底鍋就可以做出 色澤超級完美肉質軟嫩的烤牛肉 看著晶瑩剔透粉粉的牛肉片 是不是讓你炊鹹三尺呢? 來看看材料 首先這是在超市買的chunk牛肉塊 在選擇牛肉的時候 厚度不要超過5公分以上 太厚的話就不適合用平底鍋煎了 但也不要低於4公分以下 太薄就容易過熟 這一片剛好4公分左右 但寬度也最好在4-5公分 所以這一片可以做兩條 如果有大塊的脂肪筋條 可以適當的切除掉 比較不會影響到口感 切下來的脂肪可以冷凍起來 煲湯炒菜燉煮都很適合 接下來在牛肉的四周圍撒一些鹽巴 用手沾鹽巴塗抹均勻 四周圍都要撒到哦 鹽巴除了可以入味之外 最主要的是鎖住牛肉的香醇 在日文我們說的就是うまみ 再將牛肉用保鮮膜緊緊的包起來 要包得緊實一點 儘量的不要接觸到外圍的空氣 包好的牛肉必須放在大約25度C的室溫中 2個小時左右 不能放冰箱哦 2個小時後要來煎肉了 如果是剛從冰箱拿出來的牛肉 牛肉里層的溫度太低 在煎煮的過程中里層太低溫 而外層已經煎熟 內外層的溫度相差太多 看用鹽醃製過的牛肉色澤鮮豔 這就是牛肉的香醇うまみ 回復到常溫的牛肉就可以來煎的 牛肉一定要常溫這一點很重要哦 用大火先把鍋子燒熱 然後放2大匙的椰子油 用椰子油煎牛肉 可以讓牛肉口感香甜 不喜歡椰子油的話也可以用橄欖油 然後將肉放進來 用中小火慢慢煎 每一面煎約一分鐘 會噴油的話用網蓋蓋好 一分鐘後翻面 再煎一分鐘 四周圍總共煎約五分鐘 上下兩端也各煎30秒左右 差不多煎五分鐘之後 加約三大匙的酒 鍋蓋要準備好 小心會噴油 酒到進來後馬上蓋上蓋子 用中小火開始燜煮五分鐘 在等待的時候先鋪好鋁箔紙 每一條各用兩張鋁箔紙包裹 五分鐘後離火 立刻用鋁箔紙包起來 鋁箔紙包好後 再用一條毛巾包起來 這個狀態室溫25度C左右放30分鐘 接下來將鍋子裡的肉汁做醃製醬料 一大匙的砂糖 一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的味醂 兩大匙的紅酒 沒有紅酒的話 用普通的料理酒也可以 嫌棄用的是自己做的水果紅酒 水果紅酒的製作方法會寫在說明欄 攪拌均勻 讓砂糖融化 放一旁冷卻待用 30分鐘過後 將牛肉拿出來 鋁箔紙裡面很多的肉汁 這些肉汁都是精華 不要丟掉哦 準備一個乾淨的封口袋 將牛肉 將牛肉肉汁和醬汁倒入封口袋裡 再準備一盆乾淨的水 將牛肉封口袋放入水裡 擠壓出空氣 然後再封住上面的封口 這樣就成真空包裝了 再放入冰箱冷藏一天 如果家裡有開趴的話 前一天做剛剛好哦 隔天將牛肉從冰箱拿出來 看超完美的色澤 沒有斜水 粉紅粉紅的肉質 另一條因為金條沒有切乾淨 中間就掺雜著這樣的金條 口感就有點不好了 再把醃製的醬汁用平底鍋收汁 用大火將鍋子燒熱 等醬汁冒出泡沫 將上面浮起來的泡沫撈掉 再繼續收支到醬汁有點 粘稠度就可以了 嫌棄用的是水果酒 這醬汁非常的香啊 看著粉粉的牛肉 真的是完美呀 粉紅中透露著光澤 不用沾醬 就已經有滿滿的果香了 肉質非常的軟嫩 每一口都是紅酒的水果香 然後再拍一下 然後再拍一下 一口中的牛奶 然後再拍一下 一口中的牛奶 一口中的牛奶 然後再拍一下 再拍一下 之後